迪丽热巴和王子文同台,穿着价值6万的礼服,她小腹平坦,阿云嘎的举动很暖心。 迪丽热巴和王子文一同穿着价值6万元的礼服,参加迪奥的活动,这场活动引起了热议。 虽然王子文的气质很好,尽管身材矮,但比例却不错,但一旦和迪丽热巴站在一起,她就黯然失色。 在此活动中,其他女明星像江书颖和卢靖山选择了黑色系礼服,虽然很端庄大气,但有些沉闷。 而迪丽热巴选择了红色礼服,一下子变得非常显摆。 红色礼服也是最耀眼的,特别是在黑色面前,黑色往往是最压人的颜色,但与红色相比就是黑色配上红色,其他女明星都沦为迪丽热巴的陪衬。 尽管王子文的造型不错,但每次看上去都差不多,缺乏新鲜感,但迪丽热巴一直很敬业,近期一直被造谣说怀孕,但她的小腹却是平坦的, 只是因为要参加活动,现场气温比较低,所以她穿着红色吊带礼服,背冷得不停会捂手臂,明星们也不容易,冬天或寒冷的天气必须要换上不同的礼服。 此外,迪丽热巴也很怕冷,因此在冬天穿得很厚,被黑粉拍到有点胖的照片,进而被造谣怀孕,实际上只是穿太多而已。 在场的阿云嘎看到迪丽热巴这样冷,十分暖心地跟工作人员说要给她穿上衣服,并一直提醒她。 尽管迪丽热巴没有允许,因为要参加活动,必须保持形象,还要跟主办方合影等等。 但阿云嘎的举动还是非常有男人魅力的,懂得关心女孩子,也懂得及时提醒。 两人合照简直就是金铜玉女的组合呀。 阿云嘎穿着西装还好,但可怜了其他女明星们身穿单薄的礼服。 面对这样的场合,迪丽热巴也是落落大方,主动邀请主办方站到西卫合影,一看就是见识过大场面的人。 迪丽热巴的身高也是优势,对比其他两位女明星,迪丽热巴气场全开,简直就是红色礼服女王。 跟阿云嘎身高颜值身材都相当般配,可以脑补一部霸道总裁和附加千金的故事。 而这套礼服才6万元,对比女明星的礼服算是非常廉价了。 但迪丽热巴却穿出了百万礼服的感觉,在圈内,美貌常有但气质不好求。 后期穿上的风衣也只是不到4万元,迪丽热巴的状态如此好,身材鲜瘦,不懂得为何要强硬被暗头说怀孕,显然怀孕谣言也没有影响迪丽热巴的时尚资源。 迪丽热巴的气质和身材颜值应该也是奢侈品大牌的首选。 希望谣言止于智者,不管美女恋爱与否,大家还是要多关注迪丽热巴的事业和个人作品。 毫无疑问,迪丽热巴的气质和美貌让人难以忽视。 她不仅仅是一位演员,更是一位时尚偶像。 她的穿搭总是充满惊喜,让人们惊叹于她的时尚眼光和品味。 此外,迪丽热巴的工作态度也值得称赞。 她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演技,让自己在演艺圈中不断进步。 她的坚持和努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 我们应该给予迪丽热巴更多的支持和鼓励,让她在演艺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。 同时,也要警惕那些恶意造谣的行为,保护好我们喜爱的明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